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科技学院袁安峰 不尔代数 珠穆朗玛峰 牛蒙 王尔德 星际穿越 深度学习 杨振宁 邓家仙 这些词的共同点是什么 他们都跟同一个家族有联系 最近我看到普林小伙队的一篇文章 作者是尼亦老师 讲述了这个家族的神奇故事 下面我就来结合我看过的其他一些文章 向大家介绍这个家族 首先是布尔代数的发明者乔治·布尔 英国数学家和逻辑学家 布尔代数是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基础 而布尔老爷子最神奇的是 他只接受过小学教育 几乎完全是靠自学生才的 其实他没来得及成为老爷子 因为他在49岁就去世了 布尔的夫人玛丽是另一个极端 生族年1832至1916享年84岁 他比布尔年轻17岁 在布尔去世后活了52年 玛丽从小就对数学非常感兴趣 但在那个时代接受不了高等数学教育 玛丽的舅舅是布尔在大学里的同事 因此玛丽结识了布尔 跟随他学习数学 从此相知相爱 婚后 玛丽经常去听布尔在大学里的讲座 并帮助丈夫编辑出版了两本学术著作 布尔去世后 他至少出版了六本专著 内容包括儿童教育、数学教育 以及对布尔科学工作的普及 他发明了秀曲线方法 可以用直线段来生成各种形状的曲线 这种方法能够由简单的工具实现 适合儿童自行探索 至今仍在被广泛使用 玛丽的叔叔乔治·埃佛勒斯爵士 是一位地理学家也是自学成台的典范 他在1830至1843年期间 担任印度地理测诞区局长 朱穆朗马峰的英文名 Mont Everest就是为了纪念他 布尔夫妇生了五个孩子 全都是女儿 可以算出这个概率是三十二分之一 布尔因肺炎去世时 最大的女儿八岁 最小的只有六个月 一双玛丽只有三十二岁 玛丽含辛茹苦 把这五个女儿养大 甚至不得不卖掉布尔获得的皇家奖章 最终把她们都培养成了人才 布尔和玛丽的大女儿叫做玛丽艾伦 她写过一本关于诗歌的书 她有两个孙子和孙女 叫做韩丁和韩春 在中国工作了一辈子 后面来讲她们的事迹 布尔和玛丽的二女儿 叫做玛格丽特 学过绘画 她生了两个儿子 长子杰弗利·泰勒绝世 是一位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证明了双缝干涉是一种量子现象 代表英国参加过曼哈顿工程 最令她的家族感到欣慰的是 她在1933年获得了皇家奖章 就是外祖父布尔获得过 后来被外祖母玛丽卖掉的皇家奖章 玛格丽特的四子尤利安·泰勒 是一位神经外科医生 担任过皇家外科医师协会副会长 布尔和玛丽的三女儿叫做埃里西亚 是一位业余数学家 她发现了四维空间中全部的六种正多面体 埃里西亚的儿子利奥纳德·斯特特 是一位医生和发病家 她是治疗结核病的先驱 并发明了便携式X光机等许多机械 埃里西亚的女儿玛丽是一位心理学家 在英国政府部门工作多年 布尔和玛丽的四女儿叫做Lucy 是英国第一位女性药物学家 也是英国皇家化学会的第一位女会士 布尔和玛丽的小女儿叫做埃吉尔 她写了一部小说《牛蒙》 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大吃一惊 你是不是早就听说过牛蒙的作者是弗尼契 是的 弗尼契正是埃吉尔丈夫的姓 他是一位波兰革命家 埃吉尔历练弗尼契的生都年是1864至1960 享年96岁 几乎到了他父亲的两倍 下面来集中讲韩丁和韩春的这一家 也就是布尔和玛丽的大女儿玛丽艾伦的家族 这一家姓辛顿 玛丽艾伦的公公詹姆斯辛顿 是当时最出色的尔鼻猴外科医生 他的儿子及玛丽艾伦的丈夫叫查尔斯辛顿 是一位数学家和科幻作家 前面说的研究四维多面题的埃利西亚 就是跟这位姐夫学习的四维集合 查尔斯辛顿有一个妹妹艾达 他是著名的服装设计师 王尔德结婚时的新娘婚纱 就是艾达设计的 艾达的外孙卡斯帕尔·约翰爵士 是英国海军元帅 曾担任第一海巫大臣 查尔斯辛顿创造了四维超立方体 Tesseract这个词 这个词在科幻作品中频繁出镜 例如漫威电影中的空间无限宝石 就藏在Tesseract里 《星际穿越》中男主角进入黑洞后 到达的也是一个Tesseract 查尔斯辛顿和玛丽艾伦生了四个孩子 全都是儿子 这个概率是16分之一 其中长子乔治是一位冶金专家和植物收藏家 乔治的长子霍华德是一位昆虫学者 1961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士 霍华德的儿子杰弗里 这位的名气就更大了 对人工智能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这一轮人工智能爆发的核心技术是深度学习 而深度学习的提出者就是 杰弗里辛顿杨利坤和约书亚本吉奥 他们2018年获得了图灵奖 查尔斯辛顿的小儿子塞巴斯蒂安 发明了供儿童攀登游玩的立体方格铁架 在许多儿童活动场所都能看到 塞巴斯蒂安就是韩丁与韩春的父亲 韩丁和韩春这兄妹俩是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 韩春最初学的是核武力 参加过曼哈顿工程 1946年她跟随费米到芝加哥大学读书 也就是说她是杨振宁和李正道的师姐 韩春请杨振宁教她中文 1948年临走时开车送她去火车站的人就是杨振宁 1971年杨振宁回中国访问时 在大寨偶遇韩春两人又惊又喜 共同回忆了在芝加哥的日子 当时美国的报纸说 中国的原子弹是韩春帮忙制造的 杨振宁很想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 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 她在四个星期的访问中 就一直想问她的好朋友邓家仙这个问题 但又不敢问 最后在北京上飞机去上海的时候 她终于忍不住问了邓家仙 邓家仙说应该没有 不过要跟组织上认证一下 然后杨振宁在上海吃饭的时候 收到了邓家仙的信 里面确认了中国的原子弹是自己造的 杨振宁看到信后泪流满面 那么韩春在中国实际干的是什么 是养奶牛 她和她的丈夫杨枣 在中国长期从事奶牛养殖和改良工作 千千万万的中国儿童能喝上牛奶 都离不开他们的贡献 杨枣也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国际主义战士 原名欧文恩斯特 曾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畜牧专业 跟韩丁是同学 杨振宁送韩春去中国的时候 就知道她是去跟男朋友杨枣结婚 韩丁是韩春和杨枣的革命引路人 她1945年来到中国工作 根据自己在山西省陆城县张庄亲历土改的经验 写成了纪实作品 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 韩丁1948年来到中国 起初到上海在宋庆龄的身边工作 1949年韩丁前往延安 在窑洞里同杨枣结婚 2003年杨枣逝世后 韩丁执疑要求在新华社的复告中加上一句 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她说我们在中国待了一辈子 不是为养牛来中国 而是为了信仰 2004年韩丁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第一张 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2011年韩丁逝世后 他们夫妇的骨灰被撒在他们曾经奋斗过的 三边牧场 韩丁和杨枣有三个孩子 其中长子杨和平仍然居住在中国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 韩丁在1953年从中国返回美国后 受到美国政府迫害 著作难以出版 无法找到工作 长期务农为胜 1971年他因周总理之邀访问中国 后来又多次访华 曾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项目专家 和中国农业部高级顾问 撰写了许多目反映现代中国的著作 他的女儿卡玛出生于北京 在那里长到21岁 中文名是韩靖 卡玛获得了哈佛大学艺术历史博士 是一位著名的纪录片制作人 现任乔治梅森大学教授 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 从乔治·埃佛勒斯 乔治·布尔和詹姆斯·辛顿算起 布尔·埃佛勒斯·辛顿家族 已经活跃了200年 跨越三个世纪 足迹遍及欧美亚三州 在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医学 地理 计算机 文学 艺术 教育 军事等诸多领域 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其中还有不少人是自学生才的 勤勉耗学和理想主义的精神 永远光芒万丈 科技是人类发展的正道 我们要走正道 欢迎大家关注科技园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